我們接下來跟各位介紹到Google表單 Google表單在去年跟前年其實有做的 比較大的更新 包括這兩個部分 極測極頻 以前我們做表單可能就是線上報名給他填資料對不對 但是現在是你如果想要做測驗 也可以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 這上面沒有寫 沒有加進來就是 現在報名有些時候是不是要傳那個 復健有沒有 現在他也可以支援復健的功能 所以呢你可以從這邊 你從這裡 雲端硬碟這邊 來 新增 更多 有一個Google表單 那我現在用的這個是舊版本 這個是舊版本 所以 這裡就不會有看到那個功能 這裡已經是新版本 這個帳號已經是新版本 所以你進來之後呢 你看一下 右手邊這裡 我們先做那個極測極頻的好了 我可以先烤一下各位嗎 你知道我們的類線啊 這裡 好類線 我問一下 我們的類線 是在 哪一邊 因為這個會給你看到那個 我們 流眼淚啊 在眼睛嘛 在眼睛 這樣子 眼睛 假設就是 左眼好了 左眼 這邊是靠近鼻子那一端 這樣 這樣對不對 類線是在 A 還是 B 還是在 C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流眼淚 C 要有嗎 A 要有嗎 B 所以呢 所以 你有聽過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吧 所以 B 這邊叫鼻類管 不是類線 類線在左上角 這樣流符合 這樣才會流過來嘛 對不對 流太多了這邊 消化不了就會從 鼻子這邊跑出來嘛 所以要哭得嚴重才會從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啊 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類線其實是在這裡 在這邊 為什麼我要特別跟各位介紹一下 是因為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類線在這裡 這左眼嘛 我剛剛不能點開 因為點開就 所以呢 這個叫鼻類管 鼻類管 那他這邊提 所以如果你眼睛比較那個 有沒有比較乾的時候 其實可以自己拉一拉 不要老是靠人工內液 自己的 眼睛要自己弄一下 那我就以這一題來講 我們 反正可以很多題 所以你看 我們在這邊 你的 題目 好 好這裡 你可以其實反正有很多題啦 那我在這邊 他有一種 你可以放圖片的有沒有 你可以把 像我剛剛找到這樣 當然你要找那個沒有 沒有答案的啦 所以像在這邊我就告訴他直接用網址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找到了 對不對 我就把它上傳 好他就會進到裡面來了 這樣子題目就有了 當然要自己 調整一下 那你就告訴他 ABC ABC 這裡 B 新增 B C 沒有其他 好 那如果你這樣子用好了之後 必填 對不對 好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假設我只有一題 今天如果你只有這樣做 當然就沒有什麼 對不對 好我們看 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叫測驗 你就把它勾起來 這是測驗 那這樣就變成極測極品 好極測極品 那 提交後直接公佈解答 對不對 你可以選擇 因為 我們只有正確答案 你可以是單一個也可以兩個嘛 你可以 設定說我答錯的 要給他 看一下 說明 讓他知道為什麼錯 然後呢 正確的 還有你要不要設分數 因為既然是極測極品 他可以馬上知道你的分數是多少 所以我這邊 從這個地方設定好了之後 你看這裡 有沒有看到答案 點一下 你就要告訴他正確解答是哪一個 比如說我們剛剛是A 對不對 好 那新增作答的意見回饋 如果答錯 給他什麼回饋 答對給他什麼回饋 你不要答錯 你答錯的 這樣 呵呵呵呵呵 你要告訴他 請你再試看看是怎樣有沒有 不對喲 這一次叫這樣 對不對 反正 這樣子 好 啊對阿 就這樣 含 開玩笑啦 事實上如果你想要讓他知道正確的或說明在哪裡 有沒有一個超連結 你可以給他一個超連結 連到哪裡去 這樣瞭解他的概念 所以像我在這邊我就給他這個連結 連結到這個地方儲存 這樣子他如果看到的時候就可以做 所以我們預覽一下 你看這邊有沒有 因為我沒有設分數啦 我這邊沒有設分數 如果我打的是C 查看分數 有沒有可以直接查看 對不對 正確解答 有看到了 所以這個是在Google表單裡面 他有新增的這個功能 所以如果你想要這樣做比較方便 那他在這邊一樣的 一樣的可以做這個分析 可以做分析 再來就是我們這邊 如果你想要增加這個 我看一下 我這個版本沒有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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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的 這裡有檔案上傳 有看到了吧 你就直接增加一題 他可以上傳上來 但是這個時候你就需要去指定 上傳的時候 你想要把它傳到哪一個 這裡 你可以限定喔 有沒有 你還可以限定類型 因為有的會亂傳嘛 亂傳 你可以限定說 我只要文件還是PDF的 然後他可以上傳的檔案數量 檔案的大小 在這邊 對 如果你好了 對 交作業 所以有些人自用這種方式可以來交 可以來交作業 因為早期 剛開始他只有在企業版推出這個功能 應該是去年才開放給一般的User 一般的User來看 其實你看 可以開放最大的檔案到1G已經嚇死人了 平常我們一般大部分都不需要那麼大 所以這個是各位在用Google表單的時候 剛好最近這兩年有增加 其他的我應該不用講太多 因為平常大家還蠻常在填的 像我在那個中正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中正的這個 教巴中心那邊 我是比較勤勞一點 我從102年一直記錄到106年 哪一年上什麼內容 像今年這個學習我們有上這個 有上這個 明天要上這個 明天晚上 所以我都會有這個研習的問卷 點下去 那這個地方就可以 就是天晚上我就可以看到那個 這樣了解 好 這個是問卷 那當然影片我都有留著 影片都有留著 有OneNote群組的 我覺得有開放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 就自行加入 這樣OK 好 這是針對Google表單的部分 我們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有誰 我會留在同一堂